工作人員前腳拿著澎湖機 進到室內消毒 衛教人員後腳就跟上忙著宣導 因為新北位於新店 及中和的三介廟跟天山公園 連續兩天傳出有人 感染本土性登革熱 讓中央地方都不敢大意 另外市府也安排醫師 到列管區域幫民眾抽血檢驗 希望找出潛藏的感染源 因此除了一般民宅 清潔人員也趕緊上山 將所有积水容器清除下山 甚至拉起了封鎖線 針對三介廟及天山公園等疫區步道 封山一個月 希望雙管齊下遏止登革熱的蔓延 那邊我是不會過去 那邊真的比較很多 人不要進去 蚊子子即死掉 人不要再進來得病 這樣就是一個防治的作為 就是不能進去找找 這樣不太方便 噴噴噴吃 沒有 這裡不是噴噴 你去刺下去就不會停了 原來北部剛下過大雨 就接連傳出有本土性登革熱疫情 除了23號有三起 24號又有兩起 加上今年境外移入登革熱疫情 累積213人 也是近四年新高 因此中央地方緊急應變 而民眾如果有腹泻 嘔吐等症狀 也得特別注意 盡早就醫 以免誤辦病情 TVBS新聞綜合報導